Combation 标题很简单 OK 很简单 当我们讲东西要燃烧 Combation 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三个东西 对不对 需要氧气 氧气也不能烧热 你需要燃油 OK 那个 火炭啊 它才能燃烧 把你想象看我的手 你看我的手啊 今天你有火炭 你有氧气 那就能烧啊 不能啊 你每天都将火炭放在桌子上吧 你将火炭放在地上吧 火炭每天都接触到氧气啊 它有烧吗 没有烧啊 火炭跟氧气 还不能燃烧的 你要怎么样 你要拿火柴来燃烧它 为什么你拿火柴 因为你要做它比它变热 比它变得很热很热 它才会燃烧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看以前的 原始的人 他们怎么样 他们用摩擦 一直摩擦摩擦摩擦 给那个东西变热 变热过后 才能燃烧起来的 所以最终等一下你会读到 当我们讲东西燃烧 你需要三个情况 它就要在你读的 那个什么 那个光合作用 但如果你讲光合作用 你需要二氧化碳 你需要阳光 你需要水分 三个东西 那个是光合作用 今天我们讲燃烧 好 还有什么 水分 还有什么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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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在燃烧的时候 它会有二氧化碳 还有水分出来的 它在气体的 它是气体的那个水分来的 还有什么 很热 它是要很热 对了 还有energy 然后你还跟我讲 什么 很亮 很亮 很光 对 也是energy 所以代表着我们这个energy 可能是heap 可能是heap 可能是light 认识 所以这个就是你讲的what equation 考虚了你写的啊 所以what equation for combustion 有看到吗 东西燃烧 你讲fuel叫oxygen gas heat 产生二氧化碳 还有水分 还有我们的热能 ok我们的那个能量啦 对不对 可能是heap 热能 可能是光能 我们的light ok 好 所以第一个东西 所以刚才我讲的 但如果我们要东西燃烧的时候 看到吗 我们需要三个东西 同时间出现 还来讲这个字 我们需要哪三个东西 同时间出现啊 yes 你告诉我 这个 oxygen heat 还有fuel 还来讲这个triangle 考试蛮喜欢出这个triangle的 ok 就是要你记得 要三个同时间出现 少一个能燃烧的吗 要是我少oxygen 我有heat 不能烧的 要是我没有heat 我只有oxygen 也不能燃烧的 有看到吗 我讲 要exist at the same time 三个同时 同时存在 对不对 所以你讲说 它会燃烧起来 就这样的东西吧 ok 好 所以如果你要把他拿起来 three conditions needed for combustion 所以你要就写e哦 oxygen fuel oxygen 还有 我们的heat 三个东西 ok 好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 ok 来证明 证换 我们需要fuel才能烧 我们需要oxygen才能烧 我们需要heat才能烧 我们做这个实验 当然我知道明明板子是掉转过来 考试你要知道 这个实验是证明什么的 你看到吗 你当作它是考试的问题 今天我有一个candle 一个蜡烛 有看到吗 那个蜡烧啊 在那边烧啊 烧啊 你读一下 a burning candle is left to burn to the end 我给它烧到晚 好像今天晚上 你要点灯笼 ok 你要点蜡烛 ok 来提灯笼 对不对 哇 你一根蜡烛 放在那边 烧 烧 烧到until the end 你看到什么 开来起来 所以告诉我 那个flame goes off 它没有燃火去 它的燃火灭去 goes off 最终你的解释是什么 啊 老实啊 candle都烧完了吗 但它肯定不能燃烧了 对 所以代表着燃烧需要什么 燃烧需要candle candle是一种的燃料 ok 所以你要说 燃烧需要燃料 我们的fuel 对不对 这证明了咯 东西燃烧 需要燃料 fuel 你没有燃料 你没有candle 你怎么烧 就这样的东西吧 所以这种包含来起来 最重要还是这个东西 conclusion 你的结论 sorry 不要骂我 不要骂我 写完过帮我还来解释 这两个字啊 fuel is needed in combustion 所以只要下次你告诉下 我的蜡烧烧烧烧到完了 它灭去了 解路是什么 我们需要蜡烧才能烧 没有蜡烧就不能烧 但蜡烧是一种的燃料 fuel is needed for combustion 好 再来 我们做第二个实验 点燃那个蜡烧 然后拿一个b格 关过去那个蜡烧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怎么样 一阵子过后 可能五分钟 可能一分钟过后 老师啊 那个蜡烧的软火灭去哦 我只是将一个b格 关过去那个蜡烧不了吗 它不能烧去的 为什么 你读一下 a burning candle is covered with overturned glass bottle beaker 然后他发现到了 the flame of the burning candle goes off after a while 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对了 因为你告诉我 我们的里面这边的空气啊 你再上个来 现在读过 他有20%的那个 明明讲准确一点点啊 有21%的那一个oxygen 所以你就一直用 一直用一直用 那用得怎么样啊 哦 里面已经没有oxygen了 所以就怎么告诉我 你的火灭去了 因为已经没有oxygen了嘛 但今天我们要讲什么结论 燃烧 是需要有氧气的 你有氧气 我就烧 那你都没有氧气了嘛 我就不能烧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的结论conclusion 只要下次你看这个图画 我将那个杯子关过去 然后它不能烧去哦 所以你的结论 对 你用刚才的句子改过来罢了 刚才你讲燃烧需要燃料 现在你讲燃烧需要氧气 ok oxygen is needed in combustion ok so 帮我后来起来 这三个字啊 so 这个是你的另外一个结论的 我们需要氧气 ok 这个实验证明了这样的东西 ok 好 再来 这个就比较 难一点点 你要拆啊 你要拆啊 有看到吗 这边有我们的那个水 我们的水 所以你的蜡烛本来是那么高的 然后 他在那边烧 烧 烧 烧到怎么样 哎 他讲啊 我的蜡烛不能烧去哦 因为当你烧那个蜡烛 你的蜡烛变短去了嘛 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啊 他的火灭去了 为什么他的火会灭去了 因为我们的蜡烛越来越低了 对不对 碰到那个水嘛 说句话 如果我问你呢 老师啊 碰到水就不能烧啊 人记得不是讲水呢 碰到水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温度变低 他变冷去 可是你要坚持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原理的 燃烧需要燃料 燃烧需要氧气 燃烧需要热热 很热 才能烧起来的 今天你看到吗 当你再烧再烧的时候 我的那个蜡烛碰到那个水 那你讲碰到水不能烧 其实不是碰到水 是因为他没有热的 他没有热 他不够热 他不能烧 明白吗 所以说这个结论就比较特别 因为你还记得 我们除了讲 氧气 我们除了讲 氧气 这个实验 不是讲水 是讲热 没有热 最终你读一下 我们将水 倒进去那个 轻轻 给它慢慢地动到 那个烧热 那个烧热的烧热 真的是 如果它动到 那个热 The water touches it 你告诉我 是的 你的结论 我们需要热 热 可以吗 这个实验就比较难一点点 所以记得不是讲 water 是sheet sheet is needed for combustion 就怎么样 OK 好 所以我们听读好 第一个东西的 燃烧需要氧气 燃料 还有我们的热能 sheet 三个同时间出现 我们就能燃烧 所以第二种个 我们都知道 燃烧需要什么了 现在我们要读什么 灭火 火很危险 所以如果你要灭火 你的想法 是吗 老师 我就拿走开 那个candle 它没有燃料 它没有燃料 它就不能烧 你成功灭火 人灭火的另外一个方法 你将那个火盖起来 如果你将那个火盖起来 它没有氧气 你成功灭火 OK 老师 我们要灭火怎么样 我们拿水去碰它吗 老师 为什么拿水去碰它 我们就能灭火 你不要讲水 你讲什么 因为它没有heat 所以你是调整过来讲的 既然你已经知道 燃烧需要软料 燃烧需要氧气 燃烧需要heat 但今天我们要灭火吗 你想办法拿走开那个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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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给它温度变低 温度变低 你成功灭火 好